現在0336不見了 就放這裡了 好像被拖走了 要合法的位置嘛 對啊 我講說車怎麼不見了 當庫取回 我這邊是紀人車行 我是他的車行啦 這個車是我的 他人他人 他人我不知道他欠我一堆錢啊 我讓他開了大概20個月的車 他沒有繳我辦毛車租 他當初就是開這台車來這裡 來這裡借錢啊 他說是他的也要有靠行期約書啊 也要我跟他 有啊有啊有啊 他有靠行期約書 陳先生給我偷刻印章 那台0336不見了 那台那個有沒有 零元租車那台啊 0336啊 Artist啊 為什麼那台不見了 YT頻道有兼車行教育星 分享許多該車行的大小事 不過近日老闆卻發現自己的車被當鋪偷走 理問之下才知道是遭無良司機典當 那台摩托車壓著 這個我們之前 我們那台我們乾貼零元租車對不對 對啊 車停在這邊嘛 對啊 要合法的位置嘛 對啊 車螺不見了 來來來這台摩托車下面喔 這邊有他們家電話耶 當鋪取回 這個大概是喔 他之前是不是欠我們錢 他有借當鋪啦 啊借當鋪 當鋪看到他的車子在這裡 以為他還在開 車把我們拖回去了 好我們上次打電話給他 在我們以前的年代啊 如果司機去借當鋪 當鋪會去扣車 那扣車會扣司機的車 如果今天是司機的自由車 你扣走嘛 可是有些當鋪 當時為了要放款 急不折時你知道 有的司機明知道他是租車的 叫司機去偷科公司的印章 代表說車子是他的 他好像是無辜的第三者 好啦 可是他 會不知道這是車廂的貨嗎 他知道啦 通常我覺得啦 阿威叫我拿錢給他啦 我們零元租車那個 他是欠他多少錢啦 他叫我要給他多少錢 他車給我們簽啦 一般都是這樣子啦 但是我們從以前 大家都有一個不成文的默契 因為明知道車行的出租車 當鋪你還是要放回來啦 因為真的是 大家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啦 那我們現在我先跟大家聯絡看看 我有一台車 我這邊是既然車行 我是他的車行啦 因為我的車子停在松河街這邊 那我在地上我發現我車不見了 那我地上有你們的字 那這個車是我的耶 我我簽回來的 你簽回去的 對我簽回去的 那他人呢 他人我不知道他欠我一堆錢啊 我讓他開了大概二十個月的車 他沒有繳我半毛車租耶 真的假的 真的他對不對 一腳就沒辦法騙耶 那我想說我車停在那是一個 那個合法安全的地方 我今天我想說我車怎麼沒去 因為我只有停在那兩三個月有了 有喔 對 沒有因為他當初他當初就是開這台車 他來這裡來這裡借錢啊 他跟公司租車呢 這還是我的耶 對啊 對啊 他是跟我講說那車是他的啊 他也要有靠行期月書啊 他有嗎 蛤 他說是他的也要有靠行期月書啊 也要我跟他 有啊有啊有啊 他有靠行期月書 他在我們這裡有簽啊 有簽靠行期月書 啊公司的章呢 是他蓋的嗎 因為你要有靠行期月書才是證明是他的耶 對 因為他在我這邊是租車合約啊 我沒有跟他寫過任何靠行期月書啊 差不多12月的祖母 我請他甭回來 12月的車啦 沒有差不多三個月了 他就欠我錢 他現在因為紅單違規紀點三十幾點 所以我請他甭回來啊 不是喔 對啊 所以是不是你把我甭起來 是不是大家等不到五歲的 那五千點就看看 因為我是在等他來找我啦 他那麼久沒有叫 那你有辦法拿開這麼久 我就沒辦法了 我做人比較好你知道嗎 不是不懂啦 他都沒有按啦 他之前車組就沒辦法 一個人還會給我按嘛 按說要怎麼叫嘛 都沒有叫嘛 還要我找不到人啊 還要找不到人啊 找不到人我買了 我去年十二月的時候 我叫人找車 車把他甭回來啊 郭芳你了解好之後 你是不是說 看車你甭回來給我 對 這樣 就先給我偷刻印章 靠行七月書啦 以前以前都這樣啦 你覺得車會還我嗎 很難說 上禮拜五有打嘛 今天好像第五天嘛 想說你好像都沒打給我 還沒打啊 他沒有打給你喔 打給我幹嘛 你有打給他嗎 我也不會打給他啊 他欠我二十六月的車 我打給他幹嘛 因為車子產覺是我的啊 車不是他的耶 今天我跟你講啦 我知道啊 對啊所以說我們這個 車要怎麼牽回來 我想說來討論 你應該要問他吧 我問他 對啊 為什麼 他拿你的車來這邊 當然你要找他啊 不是啊 你這樣可以扣他的車喔 蛤 如果說這樣你這樣講 你這樣可以牽他的車 你這車我的耶 我車紅的車耶 對啊 我們一般你們應該 如果知道車行車 應該不會去扣耶 因為我跟很多 當鋪的技術齁 大家都有這個默契在耶 對啊 因為這台車不是新耶 你這台車不是新耶 你堅持說那也都是他的啊 他堅持你要靠近來的公司 幫我問一下吧 你們連照會都不用照會 你當時放款是誰啊 我不會擋人家財路 大家身材也是要有到嘛 那 司機的靠航車 上面有沒有他的自備車身 他有沒有家住姓名 沒有啊 他沒有家住姓名啊 你們要借他款 就這樣子相信司機 你不會打電話來公司 像一般當鋪 像我齁 因為我跟當鋪接觸也很多啦 那我們的店名齁 大家也知道啦 一般來講 現在不會有人在那邊扣車上的車耶 因為如果今天是司機的自備車身 車好你扣去就算了 沒關係啊 他欠我航費 他也沒給我 我看怎麼會算到 問題是這台車是我的耶 這是我的出租車耶 我說什麼耶 大哥 為什麼你現在一直不跟他聯絡 不是 我跟他聯絡幹嘛 對啊 我不用跟他聯絡啊 他欠我20個月的車數 我不用跟他聯絡 因為 這個東西齁 我們現在等於是三方啦 啊我不知道 你們有沒有常常在借 那個小房計程車啦 啊照我的 實際操作的經驗齁 大家有個默契在啦 你當鋪要借錢 你會比較常來車人問一下嘛 不然你不管就他 三萬五萬 八萬十萬 要不然他要勾起 對不對 啊我知道你們要賺利息 但是這個東西齁 大家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啦 啊這車我的耶 對啦 這樣子 這樣好像不太對啦 因為你們要做建車 你要做個人行 做合作社 行照有他的名字 你們要怎麼做都沒關係嘛 你是老闆嗎還是 對啊 你老闆嘛齁 老闆 欸你是那個郭先生是不是 對啊 喔可以可以 郭老闆啦齁 你看我上禮拜五到 今天禮拜三嘛 五天了嘛齁 出頭到尾我都沒想要問他欠你多少 因為那個不關我的事啊 因為我的車子就是被你扣走而已啊 對啊 對啊 啊 啊因為我跟你說啦 你靠我這台車齁 他也穿不在海裡 還是要怎麼 有海裡 走到海裡 靠我這台車是完全無關的 啊你不能說 啊現在他說 我車子你的 然後他也 他幫助說他的 他你的你的 我對他 他對不到他的時候 我當然就是對賽車啊 我聽你的意思 不過這樣齁 大家有一個默契在的吧 啊因為我們定點 因為你們要賺利息 你們賺 齁啊那沒關係 但是 車行的車餒 因為你這東西說出去齁 沒人家都這麼想啦 因為這台車不是新啦 因為這台車 不是什麼車啦 要打我 是也很疼 我會想啦 不然就是我們 我們兩個最好賓 我們兩個就是要賺利息 我們兩個就是要賺利息 我們兩個就是要賺利息嘛 對 我不可能說 不可能說錢 錢被他拿走了 啊車子也被你拿走 這樣子 我這樣子我也不太對齁 對不對 不是啦 郭老闆 這車我的餒 這車我的餒 不是被我拿走 是我的車被你拿走餒 你當品抓頭抓背 沒他的名字齁 這個你可能 你是不是會吃到一些法律 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啦 我們不用為了一台這個當工的車 說到這樣啦 大家齁 實際齁 你今天有什麼Case 可以修補什麼 這樣比較好 比較好 對啦 你不用靠我這台車 你不用靠我這台車 你今天是靠我這台車 他也不要貸你錢 啊 再來呢 請你去台幣嗎 你也不敢去台幣嘛 對不對 你也不可能去台幣 一台這台 你看這台幣 要多少錢 萬幾塊而已吧 你不可能 為了這萬幾塊 你去台幣吧 不可能 對啦 我講這個 導致這台車 我對我來說 沒有什麼意思啊 我台幣這台車 沒有什麼意思啊 所以大家齁 看是不是說 怎麼樣 我們人工有機會 大家實在一下 大家好朋友 因為我做的 欠了20個月 我也這麼厲害 我知道因為 我們公司在做 應該是 我們在業界齁 有一點小小的名氣 也不會亂來做啦 就是說 我們看這台車 你是不是海外 因為我車子還在那裡 我車子還在那裡 我車子還在那裡 我還可以用 你車子海外 看當時 看是你鑽回來給我 我去幫你鑽 讓大家實在一下 都沒關係 因為這裡炒了29個月 也炒了30幾萬的 我就想說算了 對啊 因為這樣 不夠錢嘛 我就想說算了 對啊 我們應該是五歲啦 你再給我一點時間嘛 我先 拖車費 不管多少 找我拿 沒有意思啦 對啦 我是說 既然 大家有 有那個控制喔 你就是給我一些時間 我就聯絡 我把他逼到 我先把我的拖車費拿回來 我叫他 因為他現在還在栽定我一台車 我叫他來 我叫他主要車誰 我 我 我車海 我才來 你對 再去對他那台車就好 你再對他那台車是不是 好 好啦 我最後的 最後的浪子就是這樣 因為你說 我不可能說 我 我車盤 我錢的錢沒有啊 然後我還要付出車費 這樣 這樣 我比較沒問題 你聽我的話 我知道啊 我是跟你建議 你後來要做客人車齁 你如果要做客人車 你車人 你要教會一下 對啊 因為 有當時 要告訴我 大家都會選擇 因為其實不是車廂的車 我其實我也考過很多 很多台員 嗯 你也考過很多不是車廂的 不是 你也考過很多是車廂的車 是不是 對啊 你的自備車證合約 嗯 你也有自備車證合約 不然你這樣叫他輸去騙 在隔天時間我感覺 我是希望你可以打給他 你也逼他 沒有我打給他 我不用逼他 我對他切心了 你看他是不是 有私交的朋友啊 我不是私交的朋友啊 沒有啊 他來做什麼 完全不知道啊 完全完全不知道啊 我就單純做我的行李嘛 沒關係 你要多久時間車還我 三天五天 還是一禮拜 沒關係 時間我會給你啦 因為當公司來說 其實大家是一個感覺 我告訴你 你那台車停在那邊應該也有 很長 很久了啊 我停快三個月了而已 停三個月有啦 對啊 對啊 因為我去看那台車的時候 我感覺那台車好像很久沒有開過 對啊 我想說是他把車丟在哪 沒什麼可能啦 那公司的我騎的車 沒關係 你要多少時間 我 你再給我 兩個禮拜的時間啦 因為我要 叫他擠出錢 也是要時間啊 叫他擠出錢 你有跟他聯絡到嗎 我有啊 對啊 我叫他跟你聯絡啊 他不要啊 他不敢跟我聯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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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你們在打官司什麼的 我們 我打官司是沒錯啦 我覺得沒什麼用啦 對這種爛人沒什麼用啦 那原則上我們就 4月1號我們再聯絡 大概十天左右的時間 今天三月二十嘛 我大概十天左右的時間啦 我們盡量把這個東西 你車還我啦 看要怎麼對他 你去對他啦 我今天想辦法把它變出來再做啊 好啊沒關係啦 好OK 好 過了老闆 拜拜 他現在想拿那台車去 逼我們之前那個司機 叫他怎麼做 怎麼做 就沒什麼用啦 他既然沒關係 他可能 我不知道比較少說到我們計程車 還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最近這幾年 講真的 一棒鋪他們也不好生存 人呢 五點 三天 五點 六白 五點 六點 五點 八點 八點 五點 七點 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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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